HELLO 各位早晨 欢迎各位收听今晚 HOWTIN LIVE的直播节目 OK 公布今晚最先进来的几位听众 第一位就是叶永恩生活幸福快乐 第二位Jolie Chang 第三位Raymond Yun 第四位COJ 以及第五位的9K CATE 恭喜各位 未来这个星期 但愿上帝的祝福和圣灵的感应 是尚与刚才那几位的听众常在 欢迎各位 刚才那首是TCBEC的现场版的You Will See 真的很好听 这么好听的歌也有 超棒的 现在叶永恩是不是有两个币 因为他的名字好像不同了 现在他在checkroom是叶永恩 但是他拿到第一位的币是叶永恩 生活幸福快乐 他现在有两个币 他现在是不是好像那些名人 上位会开两个币 上位 上个星期是烤天呆 今个星期也是讲一些宗教的话题 是烤天Live 现在就是 今天我们的流程是 我们会讲全能神鬼故 然后我们就看 梁日华牧师近来一些言论 然后就有一连串的野教移民和大家分享 因为已经存了好几个星期了 Jerime指出 他说TC Bag有支碟叫做如果看见地狱我就不怕魔鬼 他特别是因为魔鬼 因为魔鬼 先看看 Yip Wing Yan说 这个Post是画画的 他现在在YouTube有两个频道 Yip Wing Yan是画画的 另一个是其他东西 我也有三个频道 我好像有四五个 但是我现在还在用三个 Anyway 因为我不想把东西混合 所以说鬼谷 我们继续说江苏的鬼谷 这里有个男人48岁 就是三字教会那些传道人 他在1999年1月的时候 他知道附近有人接受了全能神的福音 所以他就极力抵挡 并且说一些会迷惑其他人的说话 他就叫那些人 你们要站稳你们的立场 不要被人迷惑 不能真正的父亲 不认他 认假的父亲 并且他说了一些很严重去洩读上帝的说话 同时又叫他教会里面的一些堂位 去不同的地方去封锁东方闪电的教会 他说凡是我教会的人 不可以少一个 他这些言论和行为 就搞到有三百多人不敢尋求真道 到了2001年10月12日那一晚 这个男人就在自己家里的小商店 可能是他开个小店 他在自己的店里看电视 然后他突然间就摸在门栏 他当场就死了 在自己的店里 他有死 有交货 他算是有交货 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比较轻 没有爆肠 没有屎尿屁 不够传奇 我认为这样的死法 这是我的愚见 好 好 这里就是有一个 因为 梁逸华牧师 他有一个灵修系列 叫灾在溪水旁 叫做 他在那个系列里面 他最近就有一些大胆的言论 去到一个地步就是那个 石安教会 他有个blog 他的blog 再谈论他这个溪水旁 跟他里面 这一集溪水旁里面的一些言论 我们来看看 究竟他说过什么 我认为 要纳指传照 这是一个精彩的东西 所以一定是要展示一下 他说过什么 他这个blog post 就是说灾在溪水旁 就是分享美元 将会变废子的即时印证 所以现在 那个梁逸华牧师 就是预言 美金会变废子 他这里有几句 评论的 我们来看看他的评论 他说 为什么会出现 美金变废子的即时印证 第一点 巴比伦所代表的美国 因为UFO灭国之后 各国持有的美元储备 会变成废子 令市民不再信任货币 而是改用Bitcoin 另外第二点 Freemason所保护的国家 也会开始抛售美债和美元储备 就是进行去美元化 减低损失 第三点 就是随着上述灾在溪水旁的段落播出 世界上不断出现很多去美元化的新闻 就成为印证了 我们不会看完整篇文 但是当中 梁逸华牧师 他自己的预言 我想提到 以下是折录自 2022年7月18日 灾在溪水旁的分享 日华牧师 他就这样说 这里是很棒的 他说 现在 美国全灭 根本不是因为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而是因为UFO 所以美国会全灭 于是我对于全世界将来的局势 就有了这样的看法 若然我知道这是一个未来 那我就能够推理出 这三年半里面 将会发生什么事 也都可以理解得到 始终不同国家 就能够推理出 有分知情和不知情 有些国家他们是知情的 他们知道三年半后 美国会被灭 OK 为什么我特别读这个 就是因为 梁逸华 有时候他都很狡猾 他狗说 你捉不到他 但是这里 他说明 而且很明确 是三年半后 OK 就是时间上 就是很明确 另外 有什么事件发生 也很明确 就是美国全灭 是吧 还有美金变费子 我们就可以看看 究竟三年半后 是吧 就是2022年 7月18日 18日 三年半后 美国会不会消失 是吧 是因为UFO 他还说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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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然后他 后面就说些 他觉得自己 有很多 因此 那些 有FREEMATION 保护的国家 如何抛弃美债 抛弃美债 抛弃那些 美元储备 那些 那些 他的解读 就是因为 到时 而美金 拿来当次纸用 都严不操造 完全是一民不值 是吧 那 就是他说 就是 关于 三年零三个月之后 小孩子被提的事件 他最近又在说什么 小孩子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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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不用理他 是吧 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不需要 去理解 他在那里 说些什么 是吧 就是我们只要知道 第一 他在说三年半后的事情 第二 他在说三年半后 那个美国 是会被毁灭 到时 那个美金 跌到变次纸 是吧 那这些就是 很objective的事情 是吧 那就是 我呢 这个呢 我就会抹下一个 夹图 你老尾 我只有夹图 哈哈哈哈 因为我放在 那个blog上 周围share 周围post 是吧 就是大家一起 就放长双眼 是吧 就是到时 看他说什么 但是就是当然 就是他 他说得了 他之前已经错过很多次了 错了很多东西 是吧 就是 他这里 又说什么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那个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当年 他说到 知道是哪一年 哪一个月 是吧 就是那个月 差不多是哪个礼拜发生 他完全是说得出的 是吧 他 就是那个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是吧 都是他当年一个预言 是吧 是一个落空了的预言 但是就是 有什么呢 你做人面皮够厚就可以了 是吧 就是你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是吧 他们的方针 从来都是这样 是吧 他错了的事情 他继续说 是吧 就是他说到 差不多 那些人 是会觉得 他自己主动提 主动说 他应该没有错 是吧 我想他是博人 这样想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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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就是他面皮够厚就可以了 真的 是吧 我不是说这个会摧毁他 但是呢 我就想 就是 可以留为记录 我觉得 是吧 OK 那 冬仔 他说 他现在在想 想一下 这三年半后 梁日华牧师 会怎么拆 他一定能拆到的 他之前是错了很多 离谱很多 那些东西 他都拆到了 是吧 就是他讲抹势 讲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是吧 带了一些会友去逃难 是吧 就是 他什么没做过 几多尘 他都做过好几次 不是一次 是吧 是吧 那没东西 全部被他摧毁 是吧 就是 继续很好运 是吧 就是还是有大把信徒 是吧 就是他 他 就是听他说 中了招那些信徒 没东西 就换过一批 是吧 就是知道中了那些 那些 就走了 然后他就骂那些走了的人 然后有些新加入那些 那些 那些是几年之前 当年是没有中伏的 是吧 那又不是换血 直接是吧 他一向都是这样的 ok 好 那 T Chen 他说 通常那个理由都是 God is merciful 是的 他有用过 他有用过这个 这样的说法 例如 他说 为什么 没世 没有离 就是因为上帝对我们有恩典 就是给我们有多些 就是给我们有多些 悔改的机会 是吧 还有就是透过 就是这个我们准备落空 是一个宝贵的经验 就是让我们去练习一下图难 是吧 就是这次就是我们 我们预习是做得不够好是吧 好在未是真的 但是呢 就是一个对我们将来来说 都是一个重要的预习 就是 九银 也是 是吧 ok 但是呢 就是九银的牧师 就不单止他 啊 就是 还有也都不是 只有他一个 是会说 就是那些 Bitcoin 和世界末日 那些这样的东西 那么 这里呢 就有另外的一位牧师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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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样子 ok 那这位牧师 又说了些什么呢 那 这个牧师呢 这段牧师呢 他就上位 他说呢 就是 加密币 就是那些 Crypto currency 就是 Bitcoin 和其他牌子 那些 他说会带来世界末日 因为呢 因为这些这样的 Crypto currency 呢 是有售的印记 是吧 那就是 我们看一下 报道如何说 那 有一位的牧师呢 就在YouTube上面分享 他呢 就认为呢 就是那些 的 数币 数位货币 就是Crypto currency 就是非常危险 因为呢 他认为呢 这些呢 就是 瘦的印记 代表呢 世界末日 是会即将来到 这个 其实呢 就是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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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t的 其实 历年以来呢 都 我听过 有 很多种不同的 说法 全部是 全部都说得 很二层 版 都说 已经是 到了 末世 然后就说666是瘦的印记是不好的,叫大家小心 这个人就说是比特币 以前当我最初信耶稣没来的人,就直接我回那家教会 那些人就在说那个Credit Card 他说那些Visa Card,Master Card,他说明天你没有那些卡 你都买不到食物,这些就是瘦的印记 后来有些又说疫苗,我有听过 好几样,总之是四五样,我脑海里面浮现出有四五样东西 是不同的东西说过,是瘦的印记 但是其实是随口乱说的,差不多是 有四五样东西,瘦的印记是有四五样东西 有些人说,对了,Barrcode,QRcode那些 T Chen他说What's the pastor's name? 这个牧师叫Tom Hughes 叫Tom Hughes 他在教会经营的YouTube频道 Hope for our times 你可以找时代的希望,时代的盼望 希望我们的时代的盼望 那里就出片 这个是《鬼佬考天多》 在YouTube出片 这个《鬼佬考天多》 他在影片里面提到 《圣经启示录》里面提到 瘦的印记已经出现 因为圣经提到 除了那个瘦印记 有瘦的名字 和瘦名的数目 都不得做买卖 所以他认为 那些《鬼佬考天多》 就是瘦的印记 他提到 美联储 安排了那些数位币值的计划 于是他在影片里面提醒那些会友 就是 世界末日即将来到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信耶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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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些很可疑的东西 然后用那个来做Message 就是 你是时候信耶稣 哈哈哈哈 据说这位牧师在加州的412教会 那里木会 可能他的教会叫412 他说 除了他说加密货币是瘦的印记之外 那间教会也鼓励那些会友 不要打疫苗 因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那个教会的官网那里 就提到 因为圣经就写着 你要用你的身体去荣耀神 所以 他们就认为 不应该 打那些 有危险的疫苗 这样 而且 那个圣经也鼓励基督徒和犹太人 不要用一些不潔症的物质去污染自己的身体 OK 所以那些疫苗 基本上是违背上帝的旨意 基本上是 那条片 当它出了之后 有很多的会友留言支持 这个文化 有些人说 其实不单是 默奖的 是 独製的印记 打疫苗 也是 独製的印记 这个是 这个我已经听过几年了 其实已经是 究竟是哪一犯? 究竟售的印记是疫苗还是虚拟货币? 这个是short gun tactic 大包围 即是随便说,当是中了 ok 好,那说起钱的问题 这个是有片看的 ok 但我先说了那个事件 ok 这个可以分享一下他的样子 大家看看 不是 这个 这里简介 就是说有一个川金大银的牧师 他在直播的报道途中 就是被三个劫匪 就劫走了 超过一百万美元的珠宝 那就是 美国New York Brooklyn 就是一个牧师 叫做Lamal Whitehead 他一向都是 喜欢穿金大银 向一些信众 亮相报道 平时 都是穿得很好 这样去 讲道 和传道 他没多久之前 在教会报道的时候 他正在直播 所以会有片 有三个蒙面男子 拿着枪 上台 当着在场 一百个信众 和很多网上观众面前 就是捏了他一百万美金的珠宝 那就是 他被抢劫的画面 其后就是 在那个网络上 就是封传 这样 我们首先看看那个事件 然后我们就直接看片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在当地的星期日 就是24日 就是上午11点15分 当时 他在 TOMORROW INTERNATIONAL CHURCH 他就进行直播报导 突然之间 有三名蒙面的 看匪 冲进去 搶劫 在网上的影片 我们待会看到 44岁的牧师 穿金大银 跪起尽路 戴着颈链 手标 戒指 在他的肢体语言之下 裴添金光灿烂 寫文这个人都挺划算的 寫报导这个人 突然间 有几名的蒙面看匪 大叫 所有人不准欲 这个牧师和现场的信众 被那些人吓得趴在地上 然后 他们就 冲上台 进行搶劫 当他再在那个镜头 前面 因为他趴在那里 当他再露面的时候 他的 身上的饰物 已经消失了 根据牧师 后来 他自己说 当劫匪 冲入现场的时候 现场大概 大概 有100名信徒 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不确定 那些人究竟是 走进来 会乱枪掃射 还是抢东西 所以 第一个反应 就是叫所有人先趴下 整个 抢劫的过程 不过两分钟 很快 他的老婆 当时抱着一个 8个月的小孩 连他也被人抢 可能他老婆 也是穿金带银 他们经过点算后 就是损失了 大约100万美金的财物 他就是谴责过一些 暴徒 并且他也是圆红5万元 就是希望能够早日捉到那些暴徒 那我们去看一下他那条片子 先看一下 搜索 OK 看过 大家留意一下左边那条 你看他多冷静 我觉得左边那条最好笑 你看他多冷静 好 是 谁来不 其實又不是很明確看到那些人持槍 不過美國很容易就有槍 但就這樣看我就看不到有槍 好像有,這個角度看見,拿著槍 還是手套看不到 對,拿著槍 這個人連手套也不戴 好,這個過程已經看完了 我覺得最搶鏡是左邊的人 這麼冷靜也有 為什麼這麼冷靜呢? 謝路美說 冬仔說 左邊那個人一看就知道是鬼 但未必的,他坐得對 謝路美說他當然是冷靜 他都沒有那麼貴的飾物在身 都知道那些蒙面賊不會打劫他 這樣,是吧? 這樣就... 但是我們這個節目很正氣 我們是不會怪責那個牧師 我們是不會怪責那個牧師 他好是他的事 是吧? 就是...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希望早日公義得到新章 我們在這裡譴責過一些黑暴的行為 我們譴責他 好,講完剛才那個很富貴的牧師 我們又看看另外一個 同樣是牧師 但是命運大不同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裡有一位牧師 他就是這樣說的 這個新聞也是很棒的 那麼... 就是... 有一個牧師 去年 向他那些信眾 要求 一個名標禮物 他過了一年 都還未收到 所以牧師就罵那些信眾 窮酸嘔心 這個也是有片的 待會我們來看看 他講些什麼 這個就是那位牧師的... 的樣子 OK 有些牧師 就是... 隨便 周身過百萬 但是這裡就有另外一位牧師 就是... 圍著一隻 這隻標 就是罵那些信眾 是一隻收不到的標 那這樣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去片之前 先給大家一個底下 因為他會講英文 那麼... 在... 這個又是美國的牧師 他就... 被人拍到... 在那個報道會那裡 就是... 說... 他還未收到... 去年他要求的一個 無花道的手錶 作為禮物 那麼... 那隻標呢... 就... 視乎是什麼款 那... 通常這一類的標 他的售價呢 就是... 就是... 四百元美金 至三千元美金 差不多 標來說 其實... 不算超貴的 其實... 那... 他就罵他的信眾 是吧 已經說了很久 說要的 都還未收到 那麼... 他就罵他們 說他們cheap 哈哈哈哈 整班cheap症 罵他們是窮 一瓶如洗 失大 以及嘔心 罵他們 disgusting 他說 難道... 我連... 就是... 難道... 你吃那頓麥當勞 比我更加緊要 我比這些更... 什麼... 我比這些更... 我忘了那個金句是怎樣 你愛這些比我更多 大概的 他拿自己來比麥當勞 比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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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餐廳 他就罵那些信眾 他罵他的會友 就是有錢買名牌LV 買Prada 買Gucci 但是沒有錢買錶給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牧師的名字叫Carlton Funderburg 就是... 他... 他拍了那段影片之後 就是... 他... 這個短片... 他不是拍片 就是... 他... 講到的時候 被人拍了片 那段影片 在網上瘋傳之後 他... 他... 有... 公開道歉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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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網可以找到他道歉那段影片 但是... 我... 我們沒有興趣看他道歉那段影片 即是... 我們... 我們只是有興趣看 他原本... 即是... 他是... 怎樣說的 我們只是... 我們只是... 我們只是聽聲音 因為那個畫面其實... 其實... 其實... 沒有... 我們... 聽聲音看看他怎樣說 see-that's how... I know you still poor bro bust and and disgusting because of how you've been honouring me insky's up I'm not worth your McDonald's money hormon 慘 I'm not worth your 胡式亇製 MON taxi K Hos I'm not worth your Saint John Y'all can afford 得 no-how I ain't worth your Louis Vt buy I ain't worth your product I'm not worth your Gucci You can buy a Movado watch in Sam's Yes you can And y'all know I asked for one last year Here it is the whole way in August I still ain't got it Y'all ain't saying nothing Let me kick down the door And talk to my cheap sons and daughters I don't want to hear no more excuses But what y'all can't afford You can't afford it Because you don't see the value here Y'all hear from I'm y'all passing father I'm over y'all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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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over your cheap expressions OK 那就是那個人 他一個折錄 就是聽聽聽他那些 他的言論 有些人是這樣的 其實不是只有他 他有很多的牧師 他的態度是這樣的 他 當了自己是神的代言人 好像說 那些會友 不肯向他奉獻的標 或者是 不肯給他一些東西 神的 有些人是可以這樣 拉過來說的 而且是很普遍的 其實是 不是只有他 是這樣的 在 這個 情況裡面 他講到這樣 當然是 任何人一聽都覺得 是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他背後的精神 其實是 其實是 很普遍的 大家都知道 不是 每一個牧師 都會開口 這樣說 去問人 當那些信眾 是不加他工資 或者是 不買一筆給他 然後是發老皮 就是很少人會這樣 所以 他現在就出位 但是 其實他背後的那種 spirit 他背後的那種 想法 他那種想法 其實是 普遍的很多 其實是 是 謝老美 他說 比較之下 梁日華真的好很多 這樣不是 梁日華也很離譜 就是 梁日華 你會覺得他很可愛 就是 他 很搞笑 這樣 但是 其實 他瘋到這樣 其實他是 破壞很多人的 其實他是曾經破壞過很多人的家庭 很多人的事業 很多人的未來 其實是 有時候他教人做的事情 是很離譜的 就是 叫人 買樓 逃難 就是 買 就是 用很多錢買很多不等花的東西 準備末日 就是 對很多人來說 是真的影響他們的生計 是不是 真的 是 影響一個生命 真的 他也不是好人 其實是 很離譜 對嗎 對嗎 OK 好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嗎 待會回來 我們還有兩個新聞 那些比較正確的 對嗎 氣氛有點不同 所以 我們先聽一首歌 還有我避開痕 我去抹一下臉 好嗎 歡迎各位 繼續收聽今晚 浩天Live的直播節目 好 我們繼續說一些 基督教圈的新聞 OK 最後這兩個新聞 比較嚴肅 跟剛才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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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歡樂搞笑的氣氛 有些不同 好 這個就是 講一下大陸的成都秋語教會 以前的黃耳牧斯 現在已經是 逮捕了那個 那 我想我不需要重複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黃耳牧斯 已經 那 這裡有個新聞 就是說 成都秋語教會主日崇拜 就是被那些警察衝擊 然後那些基督教作家就不願意配合 就被人帶走 然後被控襲警 那 那 就是 在 成都秋語 聖約教會 就是 沒多久之前 有一個主日 就有一些信徒 就在那個茶館那裡聚會 就是被 那些 警察 驅散 登記身份 那 其中 就是一個基督徒作家 就叫做 筆名是阿信 那 他就不願意配合 就跟那些警察 就是發生肢體衝突 那 就是被人帶走去派出所 然後 過了一天之後 教會 就是發出一個 代討消息 就是說阿信 就是被控涉嫌 襲警 那些手法 無論是內地 和香港 都是一模一樣的 根本上就是 那就是 在八月 就是 那個詳細的狀況 就是在八月十四日 就在成都 有一間的茶館那裡 他們舉行主日崇拜 有二、三十名警察和便衣衝擊聚會 那就是說 那個 秋雨 聖約教會 已經被取締了 所以 他們用那個名義去進行聚會 就是犯法的 非法聚會 並且 鎖上了 那個茶館的大門 就是要求 那些參與者登記身份 才讓他們走 那就是阿信 他就不願意配合 後來就說 跟那些警察發生肢體衝突 然後就被人帶走了 帶了去派出所 就是這樣 隔了一天之後 那個教會發出一個 代討訊息 就是展示 那個阿信 有一個拘留通知單 當局就是指 他涉嫌襲警罪 所以就 拘留了他 那就是說 當時 阿信沒有理會 警方要求 當警犬 警犬 拘捕他離開的時候 他就反抗 那就是 就是這樣 你看看 教會對警犬 這次的執法 感到非常遺憾 就是這樣 那就是 就是這樣 他們有發出四點代討呼籲 我們也讀這個 因為有些人都肯代討 我有些聽眾都 第一 四點呼籲 代討呼籲 第一 繼續紀念 就是在監獄裡面的黃兒牧師 和 涵德庫長老 和他們的家庭討告 就 但願中國家庭教會 和秋語聖約教會 在虎難裡面 能夠興皇福音 第二 就是紀念被激壓的阿信 就是求主看顧他的身體和靈魂 醫治他的疾病 和堅固他一家 第三 求主賜 那個秋語聖約教會的會友 是有忍耐的心 在長期的迫害裡面 更加深明白基督的福音 還有第四 就是求主扭轉中國政府的心 使他們不再一意孤行 不再把基督教會視為國家的敵人 那就是 那個教會 其實他長期都被人搞的 這個是 最近發生的一件事 另外這個我相信 應該是台灣的 這個就是台灣 就是 那個 自由時報 訪問一個 曾經被 聲稱被 性侵的一個 女孩子 那就是 他的故事 是和宗教有些關係 那就發生了些什麼事 他現在那個女孩子 當然是 他沒有名字 當然是 匿名 這個女孩子 就是他的報道裡面匿名 這個女孩子 他現在已經四十幾歲了 他就說回當年發生的事 那為什麼會 說回呢 就是因為我相信 就是以我的理解 就是這件事 他當年發生的時候 他就沒有報警 但是現在有 過了很多年 之後 然後就有人訪問他 大概是這樣 那個女孩子 他就說 他八歲的時候 就是被他的表哥 強暴 當時他媽媽就跟他說 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討告 就是討告 就是討告 這樣 就是這樣跟他說 他說 但是他 他 有討告 但是對他 沒有幫助 他說他現在的表哥 做了牧師 而他本人今年就是被診斷 他的精神疾病 就是惡化 那就是他 那麼多年以來 他只可以做一些 勞動的工作 他不敢接近男性 直到今年 他才有勇氣去面對過去 那就是他也知道 應該也會告不成 但是他只是 他只求 他的真相 可以 攤出來 至於他的牧師表哥 就表達進入了司法程序 就不說了 那麼 現在 就是 移送藍檢 這些terms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是他這樣說 他說已經移送藍檢 這樣 那麼 他講 這個女孩子 他講回他的家庭 是怎樣 他說 他的家裡 就是 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 相當之激進的基督教信仰 他說他媽媽 就認為 病的時候 是不需要看醫生的 討告就會痊癒 那麼 他爸爸在油谷工作 為了方便上班下班 就把他送到他親戚開的私立幼兒園 那裡也是他表哥的家裡 在那個時候 開始 他的表哥已經是對他有些威褻的行為 一直到小學二年級都在侵犯他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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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他 後來他爸爸就死了 他 內臟結石 但是 他爸爸去到死之前 都不知道他被他的表哥 性侵 這樣 OK 那麼 他 他說回以前的時候 他說他記得他小二 那年 就快過年的時候 他當時表哥已經在讀大學 他說 當時 他表哥 就拉他入房 強暴他 然後結束之後 就跟他說 以後我不會再碰你的 這樣 這樣 他 那個記者問那個女孩 他還能說回 當時那個 房間 就是那個擺設 以及穿什麼衣服 那些 他畫得回 那個 房間的樣子 是怎樣 然後 那個記者 就 問那個女孩 為什麼 過了三十年之後才報案呢 這樣 他說 今年五月的時候 他就因為他吃那些 鎮靜劑 然後 他就炒車 那就是他 沒有了工作 又想起過去的事 就看到已經做了牧師的表哥 就在Facebook那裡 寫那些什麼 哈利劉亞 那些 那些 於是他就 打那些 求助熱線 跟那些社工聊天 然後 社工聽了他的故事 就建議 他去 報警 然後 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發生 然後 就是 所以這件事 其實是正在進行的 已經是 放了上法庭 是吧 過了這麼多年 他真的死無對剩 真的 其實 是吧 但是 但是 從那個女生的角度 就是他 就是 做回他 過去應該做的事情 算是 但是 你可以理解 那 他那天 八歲 是吧 他真的要靠父母帮他,要靠父母鼓励他做些什么 如果他母亲叫他不要报警,叫他讨告,又不能怪他,那时候是没有行动 如果真的这样发生,真的是悲剧 这个星期我准备的题目只有这么多,我觉得也很丰富 我本人最喜欢梁日华牧师作出了一个相当准确的语言 就是三年半后有什么发生 东仔他问他表哥那时候是多少岁 他说他读小学二年班的时候,他表哥已经读大学 他大概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读大学应该是多少岁 十多岁,大概是20岁 这样 OK 今晚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先看看 听这首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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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